2007最受阻的偶像剧 《公主小妹》 接过 一个平凡无息 却有着广大梦想的女孩 谢谢 谢谢 小范 你这样OK吗 这很热 我当早今天很热 但是穿布偶装 比较郁拐挂坏了 原本以为这就是她的人生 没想到 一切之间 有关有关 谢谢 谢谢 我是皇甫家的总管 B型E 名声传 皇甫家 亚洲守护皇甫雄那个 皇甫家 是的 本人请代表皇甫先生 来向麦冲光的人 讨会一件 属用老爷非常重要的宝贝 我是皇甫雄的孙女 就是那个 有钱到可以翻过来 又翻过去 钞票排一排 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好几圈的 亚洲首富 皇甫雄吗 我真的太不敢相信了 我既然是皇甫家遗留在外的孙女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妈咪妈咪 你们的眼睛真的比我还要好 怎么样 自己是有摄影机吗 薄衣的快不夸张 我要去工作了 小麦 你爸比跟你说的都是真的 人口贩子说 你是被未婚妈妈 丢在路边弃养的孩子 所以我们也没有想过 要帮你找到其身父母 没想到 小姐好 原来你死当年 被王府兄的仇人偷偷抱走 你们真的不要再开玩笑了啦 被你们吓到了 你们想要跟那个陌生人走吗 你们必要我了吗 这样 我一个小时之内 会带小姐回去 小姐是有点情绪激动 小宝贝看在镜头 哈哈 就是我们家亲戚子的宝贝的小公主 啊 嗯 艾姆 少爷 你跟夫人在高中 发生另外车祸 我们真的已经近年 少爷的夫人从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在外申命迹象 为什么 为什么 可怜的孩子 突如其来的公主身份 打乱了她原本平静的世界 一夕之间 少女变公主 麻雀竟然成了凤凰 莫零小姐 太夸张了 笑 太笑了 简直就是一个脖子磕出来的 珊珊 我又终于吵到你了 你要不要再找人调查一下 百分之百确定 你就是我们孙女 龙姆珊 色彩 这是珊珊小姐 一岁数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臀部左侧 距离中心地下方 近十公分处 有一个心形抬挤 那你们怎么知道我也有 很明显的 这是你 然后这是臀部 左侧 抬挤 你怎么可以偷拍 这样是违法的 小姐 这些都是M替你准备的睡衣 太夸张了 小姐 这是M给你的信封 这也太夸张了吧 随便给个零用钱 就是五百万 这些有钱是怎么样 老白 这是爷爷送你的宝石蛋糕 喜欢吗 最喜欢拿去丢掉 这也太厉害了吧 爸比也觉得 自己在做梦 那我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小姐是M的唯一的孙女 那那个皇甫帝国的广告 的四个男生是谁 那你指的是 南风爵的四位公子吗 因为皇甫家族 六代一脉单船 在这之前呢 小姐应该下落不明 所以M特别从皇甫家族的表情 南风家族里面 挑出来的两个兄弟 进入皇甫大宅 加一训练 就是希望能从他们里面 找出一个接班人 看样子 你已经听说了 听说了什么 M已经找到皇甫山了 真的假的 皇甫山不是已经失踪了17年 真的找回他了 听说M已经派一中馆去加怀了 能触动一中馆 就代表一切都已经确定了 谁知道 说不定有什么超级诈骗集团 想要骗M的庞大财产 看样子我们这位皇甫集团的接班人 并不担心财产事 哥 你是担心他是假的 当五十分的千金小姐 遇上百分百的皇甲大少爷 会产生多少分的化学效应 我叫小麦 我是那个 你应该有听说过了 长得满像穗蓉夫人的嘛 确定是他吗 是的 金小姐 有什么证据 你这什么意思 都已经跟你说了 谁是假的 想想 你很莫名其妙 是爷爷要我住下来的好不好 爷爷 叫得还真顺口 你讲话一定那么不客气吗 我的教育告诉我 不用对那些想想财产的人 太客气了 从头到尾都是你们皇甫家人 叫我皇甫山 你不相信可以去问 我问 所以我却想来看看 你身上的证据 那个地方怎么可以 顺便给你看 不就是屁股下方 那个星星太计 难道是吃进吃上去的 不敢给人家看吗 你出去我再害你这种人了 这么一怒 我想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会过得非常愉快 所以你就是打定主意 让小公主讨厌你了 静 小麦是个不错的女孩 很靠好照顾她 为什么总觉得 你居然好像有在看好戏的感觉 童话里 王子和公主相亲相爱 但是这里的公主和王子 却超级不对盘 针锋相对的欢喜人家 水货不容 这到底是福还是货呢 晴依 你怎么会变这样 赶快给小麦来个地勤之吻吧 对 只是吻了 被把它吃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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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我 要回去了 该不会有偷什么直拳的东西吧 你 你这个人要说我是男生的话 要揍你了 我好怕 我跟你讲 你以后别再来了 不希望你们这种穷人家 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你这个猪八戒 我才会那么没水准 我一毛钱都没拿 我要回去了 小麦小姐 警察爷 依总管 这不是去我家的方向吗 小姐 麦先生已经办了新家了 人家还送你一斗房子 就把女人都给他了 你整个帮我卖出去有什么不一样 好 既然我们家小麦不想去 那我们就把房子还给皇甫家 所搬就搬 马上搬 马上搬 第一个搬 第一个搬 现在就搬 一定要搬 好想不到 算了吧 你们收下吧 啊 借钱 这是借据 请盖章 不过你还得轻嘛 我给你养父母那栋房子 随便卖卖就超过一亿啊 一亿 看在你是我亲孙女的份上 我给你打个折好了 打几折 算你五百万 好 好 成交 赶快盖章 免得你等下后悔 好 既然你把它当作借款 自然又有担保人 你就是担保人 在五百万没有还清之前 你一定要住在这里 期限是五年 五年之内你们还不清借款 就必须跟我的接班人结婚 早一点 确定是假的 约好 我就想来看看身上的证据 你以后别再来了 不希望你们这种穷人家 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爷爷 你放心 如果你的接班人人选 都是那副德信的话 蛋包饭一盘是一万块 我跟你讲 我拼了这条小命不要 我也绝对会在五年内 把那五百万还清的 小雪啊 我真的好惨啊 我真的立下钱装了 一瓶不戴 不要 不要 小雪姐求你放过我 我告诉你 你又没有一技之长 我这会做的就是打扫 哥 你真的也要把他赞给我 那你就要积极一点 杨胜 你相不相信只要每天 跟小公主在一起 我可以勉强自己当AMV的接班人 哥 我很伟大吧 为了爱情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哥 给我一点建议 追女生的建议 头好晕 你不是头晕 你是发烧 你是谁 你好 我是南风凛景的弟弟 你去见面请多多指教 好 原来你是锦的弟弟 难怪开启那么年熟 你对我也有印象了 我觉得我很喜欢你 不对 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已经爱上你了 你要干嘛 你在我房间干嘛 我本来坐在床上等你出来 但是你洗太久 所以不小心睡着了 但是你来我房间干嘛 我不是说了吗 我很喜欢你 爸 让这票给你 给我钱 干嘛 你不是缺钱吗 喂 我可以帮你吗 帮我 等一下 走开 你真的可以吹不不吹得好笑 走开了你 我只要看家家刚刚给你 你抱起来好舒服 走开 走开 你到底要干嘛 干嘛抱我 干嘛给我钱 对啊 我也觉得五百万一点都不贵 很值得的 什么五百万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五哥告诉我的 而且他把你赞给了我 赞给你 对啊 你是说那家伙告诉你的 对啊 五哥说你很缺钱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向他表示我超喜欢你的 那家伙在想什么啊 就算我缺钱 也不会触碰我自己的身体的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我不是说我很喜欢你吗 我真的很喜欢你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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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蛋 你脑袋挂在想什么东西啊你 对不起 这不是对不起就可以解决了 就算你喜欢他 你应该知道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嘛你 可是我真的没有要亲放太大的意思啊 姐 从今天晚上开始 你搬到小麦的对面主角 我要搬过去 没错 你要负责小麦的安全 你要当她的保镖 而且你负责给她上课 上课 上什么课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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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今天是你上学第一天 好累 你们几个以后要好好照顾小麦 尤其是姐 她有不懂的地方你就要好好教她 富翁地坛 有没有搞错啊 黄埔小姐 这 这是我的桌子吗 是 我相信各位同学 跟老师一样都非常期待 黄埔小姐能提升我们的程度啊 是不是啊 事实上 我完全没有修过 你教的行销学 所以 我想 老师啊 一定是拍马屁拍错了 大小姐 对 怎么回事啊 家里有事 请这样 对 对 请这样 跪起逼人 造花弄人 请跟我做朋友 当身份错乱的小妹变成了公主 她的爱情 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大逆转呢 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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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出来没关系 我只是有一些话想告诉你 那天的事 我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 小麦 小麦 你为什么不说话 小麦 小麦 哥 哥 小麦能不能挨 这个铃真的是 不是 你是因为 我晕倒 才对我那么好 还是因为 您害我 才对我那么好 当野蛮平民公主 遇上冷酷大少爷 童话魔力 巧巧蔓延 我想我不能回去 小麦小姐 并不是说 你不能回去看麦先生 麦在了他们 而是 你现在的身份啊 跟一般的平民百姓的同 艾姆她非常注重你的人身安全 所以 所以 艾姆有说 您的出入 一定有一个 值得她安心 幸运的人 陪着你自己想 那就是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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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用餐吧 不用 我还不饿 既然大家有志一同 我们就用老方法来解决 果然只能用老方法解决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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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啦 没完没了的 诶 诶 要不然你也加入我们 我 我 拿筷子 需要森川去找小姐回来吗 不用 问题不在她身上 您是指 森川 是 狮子跟猫是不同的 是 你认为血统高贵的狮子 应该常常跟猫接触吗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了 念在你们夫妇两个 这么多年抚养姗姗的份上 我打算给你一个证明 自己不是废人的机会 你要当废人 还是到巴西证明自己的能力 你自己选择 小姐 请回房啊 是他们自己决定要去 我不相信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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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房啊 是他们自己决定要去 我不相信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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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的才叫做亲人 旧花瓶 你只是跟我留着一样 像这种血人关系的 陌生人 陌生人 小姐 陌生人 请不要跑 拜托你 可不可以请你送我去机场 发生什么事 爷爷要把爸妈送去巴西 他怎么可以这样 我已经住在这里 他怎么可以把他们送走 你怎么啦 难得出来晃晃 怎么一副眉头伸手的样子 如果有什么不幸的地方 需要我帮忙的话 尽管说出来 我啊 应该是庞福家 最有人缘的 诶 我跟你说 我学校附近啊 有一家老街 但有好多好多好好吃的东西哦 还有好多好好玩的地方 你喜欢吗 你真的超厉害 Pose超多的 我最厉害啊 今天 是我有史以来 进入庞福家之后 第一次有放松的感觉 我家伙王福家 就等于是我妹妹了 所以有史今晚吩咐 王哥绝对帮你烦闹 谢谢 你们四个兄弟 果然真的不太一样哦 说到那个紧啊 我真的很气他耶 我觉得他非常的傲慢 而且啊 每天都希望可以跟我吵架 这家伙 从小就很压抑自己的情感 事实上 我们四个从小 都很排斥当M的接班人 当中 最敢跟他抗争的 就是紧 看来如果预料中一样 你最讨厌的紧吗 谁叫他每次都酸我 嘴巴那么多 那如果我告诉你一个 神经的好方法呢 是什么 跟紧定婚 代价 五百万 你以为故事这么简单吗 不 现在才刚开始呢 我 爷爷 我 我 我喜欢南风景 你知道我这样子就跑不了了 你是想震我 我就是讨厌你 我就是想要震你 天呐 发生什么事 是我吗 怎么回事 二零零星 天鹏代表作 公主小妹 公主小妹